字幕提供 我們是要跟別人分享 其實這四年就沒有出歌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一拍就要拍不著衣服 我打劫都其他朋友 有些粉絲 你出歌好棒喔 我已經下載了 我支持你 18歲 因為我入了TV 這是我的專業點 那時候 舞蹈藝員 我告訴你 立不倒 為什麼我會考的原因 因為剛才讀完書出來 我會做麥當當 又做文員 然後有機會 Osmann同學 我跟Osmann一起考 然後問 什麼電視聘請 我會試試 其實今天我也不懂 完全是零 其實有個朋友 他見到一半周 即是周刊 他就問有個舞蹈藝人 來玩玩 不如我們來玩玩 我剛剛那段時間 是三個朋友 即是有一個朋友 先見到 我們倆 就說有 不如試試玩玩 剛好在家 一定是收一些 不懂學跳舞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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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收一些 顏色的時候 就怕影響進度 你認識 不會太集中 就影響一些不懂的人 所以他剛好在家 就完全不懂 那是看你的感覺 即是中老師 然後收 然後就開始考 然後就開始 喜歡跳舞 即是有一段時間 是整個摸摸 每個人都是各副城口 然後對著我 不然 每個人都會去模仿他的跳舞 所以會很影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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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都挺帥的 不如試試玩玩 然後真的考了 其實我為什麼會接觸音樂 就是 讀書的時候 跟同學 那時候就是流行什麼 流行 流行Beyond 那些朋友就說 我們覺得 不如 合作樂隊 沒有所謂 我自己喜歡踢球 夢想是做一個 足球 並不明星的 然後說合作樂隊 好 那隊樂隊 就拿了一個學琴 那我什麼都不懂 他說 你學琴吧 我學學 學琴 然後就頂了一個琴位 我跟Lego多聊天 因為Lego 他給了很多意見 我們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 問他 他真的是Lego 我這角度是 他不是承認Lego 他不是這樣 他真的很多事情在這裏 而講解給你聽 我覺得是 他做事很認真 他說的也很認真 他玩的又可以報告 每年都很喜歡Lego 那些狗很多 有桃花 他到處走 你知道有一點健康賭博 魚仔 那些 他做妝的 他一直做妝 叫我們 Bobo Tiffany 你買 買買 然後他們說 對不起 弄開了個鐘 然後 來買 我們看到就買了 然後我去做 然後 不知道那次問 Tiffany 還是Bobo 你贏了 我贏了500元 但給錢 你沒贏了 沒有輸就贏了 我覺得是 對我 是我的 一個 就是參加的 一般贏 最主要 我本來覺得 文迪會 真的 會 更加更加 令我們更近 很多事情 他都會和我們一起做 例如 玩三學天真 其實我們那時候 沒想過玩 文迪就 見到有三學天真 他一向是跑步 之後就說 Youtube 你們一定要玩 既然我們 都看娛樂版 不很多 經常見到我們 我們就要去看 體育版 他有這樣的想法 我又覺得對 他找了一些途徑 是發生在 屬於Youtube身上的事情 一場參加 因為我們四年沒見 是我們Youtube是朋友 自從真正的 我們自從Youtube演唱會之後 完了 我們覺得好像是 很完整的一件事 因為開了一個 演唱會屬於Youtube 好像在一人生中 你歌手想的一個秀是屬於自己 那一刻 完了之後 慶功完之後 沒有找過大家 其實很少坐在一起 心態都會不會 嘗試自己去做其他事 我反而覺得是 這四年來 我自己就是不斷去 其實我Youtube的時候 我跟Youtube都有教跳舞 只不過是 教那一層影片 就在這四年間 越來越多 嘗試 我自己開店 有婚紗 做M.S.D. 然後就排Show 在我這四年裏 我覺得發生的事很實在 對於我自己來說 因為始終你做完 是沒有被動的一件事 你等安排 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安全感 其實這四年 又沒有出過 電影亦都是 只有Eddie和我 和片多 我們倆都很少 照解開 我們一拍就要拍不著衣服 然後真的 真的既然在客房 雲長導演有一次 他都說了 我今天在Casting 有一部電影 叫M.9居頭 他覺得我身形的各樣東西 都像他想要角色 最想要拿路的 我問我有沒有問題 我就回去思考 我覺得 是一個機會 你全裸 即是你心理關頭 是心理關頭 但是 導演也很好 是很好的 因為他都會 即是講解 不要說你一拿 就說 他就不可以拿 他還沒拍之前 他都會給很多外國的 其實很多外國的戲 都有拿路的 一些演員 也有些出了名的 是明大明星 他們都曾經做過這些戲 但他們的原因 不是因為 主要集中點 不是你拿路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對手 有 有有有有 導演或者那邊的人 都會問 你們公司會覺得 會影響 形象 然後我自己想 D.O.2有形象 就是我都想 D.O.2有什麼形象 以前會有人買唱片 已經沒有人買的 因為我以前做過H&B 我知道以前是這麼多 現在是D.O.2有這麼多 買D.O.2的人 很少很少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剛才Mia說過 網上免費下載 我打碟 其實也有一些 所謂的Fans 就是 支持你 跳舞的時候 在你面前 Yo你 然後你出了一首歌 他說 喂!你出一首歌很棒 我已經下載了 他說 我支持你的 我下載了 他們的意識 已經是 拿下來聽 就已經是支持了 就不是好像 其實某程度上 我也覺得是 有趣的 有趣的意思是 現在的人 是不懂得去擁有 就是 他們擁有的意思 只是我是 這一刻 一個短暫式 我現在擁有 我只是下載 但是我沒有想著 是長久擁有 現在這一代的人 可能是 他一出生 覺得 歌票不用買 是 基本上 就不一樣 以前我們 去一個唱片店買CD 以前我記得 張國榮出一首唱片 黑膠的時候 哇!馬上進去 下面唱片店 沒有了 只有十隻 你買不買不買就算 要訂的 要訂的 還要分為 這隻白板碟來的 特別版 即是會儲 以前我們會儲 黑膠是 不同的版本 甚至乎 讀書的時候 都會 買一隻 Beyond的CD 聽一下 裡面有歌詞 聽一下 跟著他唱 或者看 這首歌 原來是誰彈結他 會寫完 現在 這首歌 下載 不會有這些 看得到 分別是這樣的 還有現在 做音樂不是賣音樂 現在做音樂 是發表自己的音樂 為什麼 Lady Gaga 這麼紅 最初都是 歌曲 在網上被下載 人們 不停 分享 YouTube 你才知道 原來有這個 Lady Gaga 才開到 四場二場 每場 100萬美金 已經發財了 不需要再 不在乎 買不買 有銷量 基本上 YouTube一爆 你就紅了 對不對 如果真的對音樂有興趣的話 真的有興趣的話 不要三分鐘就遲到 因為 玩音樂 或者學一個樂器 或者是學跳舞 原來是 由 互低 只是一粒音 只是一個動作 我是不停地做 做到好像自己 瘋了 好像熟仔一樣 我媽媽又說 你幹什麼 你可不可以提一首歌 我那首歌 只有這個音 對 其實 真的很悶 你會覺得 我什麼時候才能做到 不知道 熟能生巧 這件事 是可以用得著 你一定是可以的 你重複了 一次不行 做十次 十次不行 做八次 一百次不行 再做二百 三百 四百次 我相信 一定會做到一次 大家好 我是Youtu Osmond 你現在看的 是What's Up Asia Yo This is DJ Ying 大叫 "'私大小小小'' 哇 哇 哇 ple他 啊